朋友们好,我是老简官世界 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述工厂播音22年 朋友们,要追溯我的播音历史啊 这个最早最早的,是开始于农村 当时我16岁下乡当知青的时候 我们生产队那个地方是非常的贫穷 整个公寿里边只有大队部还有有限广播 其他的生产队是没有广播的 所以说一般外界的消息都是没有办法进来的 那么作为生产队长呢,是一名共产党员 每次公社开会呢,他都要去 那么去了以后啊,充社就花了一些这个学习资料 给他这个好好学习 带领全生产队的社员呢 把生产工作搞好,把政治思想搞好 那么我们知识今年到了这个生产队以后啊 这个生产队长,他平时这个最说他是公产党员 但是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好多字都不认识 所以说,他看见我们两个知青了 这个作为知识青年,虽然说是初中毕业 但是呢,这个基本上常用的字呢,还是能够认识的 所以说,他就交给我们一个日目 就是每天早晨,这个天蒙蒙亮的时候啊 就叫我和我的同伴,这个拿着一个图广拨 什么叫图广拨?就是那种喇叭型的 这个一个纸筒做的 那么要站在这个高高的山顶上 面对着社员的农户家庭区域院里边 这个高升这个总部这个公社 画下来的这个学习资料 那么那些学习资料呢,大都是农业绝大寨啊 这个某某农村,这个种稻子的经验啊 这个种包补啊,这个土里边生产作业啊 这些先进的经验 那么我那位同伴呢,他是用自身画来播 我呢,这个当时,这个就坚持用普通话来播 因为那个时候,我16岁嘛 那么在很早很早小的时候 这个经常听这个矿石收音机 这个听收音机里边的广播 那么我就喜欢上了普通话 所以说我读的时候,每次都用普通话读 那么这些社员同胞 还有我们的生产队长听了起来 这个非常的惊讶 就说,哎,这些小姐读在我们这个心坑里边去了 这个我们听懂了 这个外边的这个农业学大寨的形式特别好啊 我们生产队这个某某地方还做得不好 那么还需要改定 不论是这个早晨天高某某亮的时候 我们读完以后啊,就不用出早工 因为那个时候的农业在夏天 这个早晨起来不吃早饭 就要出去干活路 那么到这个田里边去做一番工作 做一番劳作 然后才回去这个烧锅煮饭吃早饭 有的时候呢 在这个全生产队长收割豆角的时候 这个满山遍野的豆角啊 这个收割起来 追在这个院坝里头 这个所有的社员都在 坐在这个院坝里头摘豆角 那么圣业队长在这个时候啊 他就特别要点名 啊,由小简来给大家读 这个农业学大寨的有关经验 大家一边播一边听 那么我就认认真真地 这个用不同话 这个给大家浪读 这个学习得掉 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啊 我对自己的这个普通话 这个是在不断的这个朗读中 不断的这个给社员同志们 这个播送中啊 这个得到这个有效的提升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又来说一说 我进场以后 这个进场以后啊 这个我们工厂里头有广播站 这个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啊 这个工厂设广播站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我们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那么在工厂里头 尤其是大中型国有器里边 这个必须设一个广播站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知道 每一个工厂都有一个不够站 用的是用来宣传毛泽东思想 宣传我们自己工厂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进度啊 工人的精神面貌啊 这个各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每个工厂呢 还设有这个宣传科 这个在工厂每个车间 那么还培训 还培训了很多很多的通讯员 那么在我们厂来说 我们厂有五大车间 还有一些补助车间 那么我们宣传科啊 有经常这个在他们的基层单位啊 这个选拔一些这个写的方面有特长的人 那么到我们宣传科来做培训 当时我还没有当播音员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时候 这个我也作为一名这个写手 这个为广播站投稿的写手 这个参与了我们宣传科特别举办的 这个通讯稿件的写作 这个培训 其实从那个时候呢 我就特别的想往我们工厂的 这个广播站的 这个岗位 虽然我还在做车工 这个我们的车工组啊 现在我们来说我们车工组啊 这个工作啊 这个每天下班以后 有一个小时的这个政治学习时间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是有这个经历的 大家不会忘记啊 这个下班以后 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时间 这个每天都不能免掉的 我们小组呢 小组长呢 是一名共产党员 也是我们小组 车工组 我们车工组 三十多个人 就他一个人是共产党员 他也是我们的政治学习小组长 那么每次这个需要学习浪读 这个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那么基本上都是由我来读 来给大家这个宣读 那个时候我的年纪不大 还不到二十岁 那么这个声音这个特别的洪亮 中气特别的足 那么大伙儿听起来 这个心里边也非常的滋润 所以说每次我都叫我读啊 我都非常这个愿意 非常的高兴 也能够给大家朗读这些学习资料 那么同时呢 我的普通话读 也有这个不断的长足的这个提高 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个使我的普通话这个 这个初恢猛进的一件事情 那么是在1976年的 周总理世事过后 有一首诗歌叫做 周总理你在哪里 那么这首诗歌啊 这个我拿在手上 这个害死说 就拿到我们的这个 住的地方的这个山里边去 大声的朗诵 因为在这个家里边朗诵啊 会影响农居 影响家人 这个我就在山里边 大声的朗诵 周总理 周总理 我们的好总理 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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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知道 我们想念你 山谷 山谷回想 他刚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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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真诚千万里 他大步前进 不停步 我对着大地 我对着大地喊 周总理 我对着大地喊 大地鸿鸣 他刚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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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哪 沉沉沉沉沉的谷塑上 还闪着他心情的喊地 我对着大地喊 我对着森林喊 周总理 宋鸣鸣鸣 他刚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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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营地上 沟火红啊 伐木工人 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对着大海喊 周总理 海声滔滔 他刚离去 他刚离去 你不见海黄战士身上 他亲手披上的大鸡 这首诗歌啊 这个朗诵呢 这个给我的古人发水瓶啊 这个天上的翅膀一样 这个不断的飞跃 不断的上升 我就感觉到 这个朗诵射手诗歌啊 多次以后 这个我的普通话水瓶 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这个工厂播音22周年 我们就讲述到这儿 谢谢各位观看 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